为了维护制乐坛周边环境整洁,县府环保局举办一场不速之客启用一室,将在一搭哨码头设置多组垃圾分类设施,并辅导442家业者通过绿色产业认证,减少使用一次性的餐饮用品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我们希望因为南投县的这个好山好水吸引到很多的中外的游客都会到南投来旅游,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游客来到这个观光景点的时候,能够做好这个垃圾源头减量的一个工作,那携带这个自己的这个环保袋,环保杯,环保餐具,那甚至入住这个饭店, 的时候也能够自己备有这个备品,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让这个垃圾呢,从源头减量来做起。 新议员王秋淑肯定县府团队的用心,这次共有42家业者共同合作,包含住宿、餐饮都有配合,欢迎民众请来参与。 这一家来配合的商家有42间,有我们的餐饮业者,有饮料业者,有我们的旅宿业者,共同来推广这个无数, 日月潭,让我们的旅宿,这个风景,这么密的,这么漂亮的地方,可以没有垃圾问题。 台湾议题都有在说,垃圾从源头减量,可以从我们自己来做起。 希望在这一家,我们的环保局推广之下,可以带给我们的旅宿业, 漂亮能够带给大家,让大家可以共同来参与,让大家可以来环保爱地球,让我们的旅宿业更漂亮更密的。 现议员陈怡君,黄世芳议员,感谢县府的推广,垃圾减量从源头做起,也欢迎未来能够扩大办理。 那在这里呢,也要呼吁我们的环保局,像这样子的活动呢,希望它的这个地点,要能够更扩散。 最好是整个南投县,我们都能够来鼓励业者,同时来响应这样子的活动。 那我想垃圾减量很重要,在南投县来讲,因为南投县本身没有这个焚化炉,所以很需要垃圾来减量。 那未来,因为日月坛是位置于我们国际风景区的一个地带,那未来边境的开放,国旅开始的时候,因为大陆的涌入游客来,那希望针对这个政策来推行之后,能让日月坛的一些垃圾能来减量。 南投县没有焚化炉,垃圾问题已困扰许久。 新议员王秋淑、陈怡君、黄世芳、张永惠议员,感谢县补团队的用心,欢迎民众前来共襄盛举,来日月坛当不输之客。 记者邱平易,于此采访报导。